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Kia 音乐治疗在香港不算很流行 可否介绍一下何谓音乐治疗 何谓音乐治疗 何谓音乐治疗 而音乐治疗师 Kia 音乐治疗师 其实需要有些训练 是 有些训练 是的 在美国需要有4年的训练 一个专业的训练 如果在澳洲 我自己是澳洲的 你需要读相关的课程 我自己本身是社工大学 然后再读2年的master course 是一个很正统和深入的训练 治疗就是有一些事情要做 是不是这样说 是的 我们很简单 等于有时我们会用counseling 即是辅导 辅导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言语 不过在音乐治疗中 我们会用音乐做这个媒体 那会不会音乐治疗 是比较適合音乐 喜欢音乐的人 如果一些不认识音乐 或者很少接触任何乐器 那又能做到吗 可以吗 这个也是 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其实受助者是完全不需要懂音乐 不懂音乐 如何能用音乐来达到治疗效果 没错 那我稍后可以分享一些个案 但其实我们音乐治疗师的职责就是 亦都可以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 适当地去运用乐器和音乐 这样令受助者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音乐 我印象中音乐治疗好像有不同的派别 是的 还是模式的 是怎样的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其实在香港 现在暂时来说 就会有行为的治疗 行为的音乐治疗 行为派的 有一些是分析的 分析性的音乐治疗 行为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如何有音乐是一个奖励 很多时候应用在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身上 这样也是刚才我说的一样 主要是针对行为上的改变 以及模式的改变 会不会举例 例如自闭症的新闻仔 可能他不是很与外界接触 可能是透过音乐 令到他有一个奖励 他就多些和别人沟通 是否这样 近次是这样的 也可能有一些他坐不下 坐不定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坐下的歌 去和他一起唱 不过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用的approach 可以再讲下去 还有另外一些analysis 就是一些分析性的音乐治疗 可能是一起唱歌 之后 就verbal去分享 你觉得如何 刚才 我就是透过一首歌 就可以带到 或者当事人他的心情 他里面可能即压着的一些东西 就透过一首歌 就能不能帮他表达出来 没错 但这两派 都不是你的 都不是我的 你擅长 那Kat究竟你最强的是哪一份 是的 我自己的专场就是即兴的音乐治疗 是的 其实我们的approach 叫creative music therapy 也都叫做NLMT 即是Nordof Robin Approach 是的 那为什么叫Nordof Robin Approach 其实因为就是由一个音乐家 一个钢琴家 叫Paul Nordoff 和Clive Robin Clive Robin就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由这两个人去设立的一个音乐治疗派别 所以我们就叫Nordof Robin Approach 而这个approach 主要就是用即兴的音乐去做介入 嗯 那来找你的帮忙的朋友呢 其实通常是什么人多 或者是什么年龄的人多 哇 真的很厉害 这样呢 我 就是要买个关子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我由 我做社工的时候 例如我以前做精神复康的 我的服务对象就是精神复康的人士 做老人服务的就是老人服务的人士 是 都会比较单一点的 那现在做音乐治疗师呢 我的最小的 最小的client呢 就是六个月大的BB 啊 六个月 嗯 那最年长的client呢 就是一百零一十六月的老人家 哇 你的服务对象 那个范围都很广阔 很广阔 无论说到话 说不到话 是 是 去到身体移动得到 或者身体移动不了 的client 都有 嗯 我想我们因为要把握时间 可不可以请啊Cat呢 就举个例子 让我们可以 就是听众朋友可以掌握多一点点 如何可以运用这个音乐治疗呢 是帮到你的当事人 嗯 好啊 那你们的节目叫做音乐治疗 所以呢 我就想到一个个案 其实 其实在香港做音乐治疗呢 是有趣的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个案呢 就是因为呢 其实我们做完八折之后呢 他都继续真的音乐治疗 OK 是的 所以呢 我就希望分享这个个案 其实这个个案呢 就是在一间浪人中心做的 那么呢 就在他们找我的时候呢 我已经知道呢 其实我只可以做八次而已 嗯 嗯 是的 所以呢 我就要去计划 我八次之后呢 怎样可以令到这个老人家 可以继续 有音乐的影响 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这样呢 就 这个老人家呢 其实他是有抑郁症的 有了二十三年的抑郁症 嗯 是的 这样呢 他就曾经呢 有三次的自杀的记录 自杀 是的 这样呢 这个老人家他就 嗯 其实呢 如果大家了解老人家的背景 很多时候呢 人生呢 未必所有问题都一定 即时当刻呢 可以解决得到的 他说很多时候都不行 是的 大部分都未必可以立刻处理到 没错 同期他有了二十三年的症 嗯 其实他一直存着很多事情 是的 但是那个悠悠呢 一直都在 就是他那种 憂悠的情绪呢 是的 一直都没有被 舒解到 没错 是的 那问题解决不了 但是那个 憂悠又在里面 嗯 所以呢 这个老人家就 就被 这间中心 就转介过来 我们那边 就做音乐治疗 是 那 我很深印象 第一次见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他是很愁的 那样子 嗯 那样子就和他唱 一首 即是欢迎歌 那首欢迎歌 那首欢迎歌 我也是就着他的情绪呢 是用一些 就是很 用一些小吊性的音乐去做的 那我们也是即兴 做一首 即是欢迎歌 是的 就唱了他的名字 那是他的名字 那是他的名字 欢迎你 那就是这样 那接着呢 他的回应就是 点一下头 那样 嗯 那在第一次的小组里面 在第一次的小组里面 在第一次的小组里面 他就 他玩的音乐 全部都是很安静的 是的 那他呢 我很深印象 他拿起一个 Ocean Drum 是一个海浪声的鼓 那他就一直这样拿着 这样呢 他就一直都很不用得放开 是的 那他选了这个乐器 就不是很远放开 不是很远放开 那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音乐 就是我自己就弹着吉他 那一路就伴着他的海浪声 那就慢慢 那些吉他就是根据他的 他的海浪声 的节奏 无论是节奏啊 快慢啊 就跟着他 是的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那个 即兴的教育 即兴的效果 是的 那之后呢 就我开始慢慢唱 那跟着呢 那他就自己 听到我唱歌了 那我就有一些坎靈来的 其实都是 那他就 那他就 开始呢 他又在自己 都有一些坎靈开始 嗯 那我们的音乐治疗 那个engagement 就由这样开始 就是可以跟他有联系到 是的 联结到 我们就讲connection 即是联结到他 那之后呢 慢慢慢慢 突然间 有一刻 他就停了 突然间停了 他就说 姑娘 其实我很喜欢唱歌 哈哈哈哈 那么奇迹 哈哈 之前是你不知道他喜欢唱歌 或者对音乐 其实他会转介过来 其实呢 就是同事 即他女儿就告诉同事 他呢 他呢 有听过他以前好喜欢唱歌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同事就觉得呢 这个浪人家应该很适合音乐治疗 是的 所以就转介了过来 是的 但是他就不会主动地说 但是他突然有一刻 可能摟起他 他有一些坎靈 可能令到他摟起了他 他很想唱歌的异域 是的 燃起了他的动力 是的 那之后呢 他就说 我好想唱 我其实呢 一不开心呢 我就会唱《亚信的故事》 哦 可能年轻的观众 可能没听过这首歌 哈哈 应该有重播的 有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就由《亚信的故事》 这首一一首歌 开始了 然后呢 我们很有趣 他就唱这首歌 他又唱得很慢 唱唱后呢 又哭 是的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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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我带了一支鼓棍 我们有个鼓在 他一边唱一边打 是的 那我们就完结了第一次的session 之后 那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继续用 我们也有首欢迎歌开始 他的样子就有些不同了 那我们那首欢迎歌也变得明朗一点 我用了一些大调性的音乐 来做这首欢迎歌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自己呢 周姑娘 欢迎你 这样 即是他好像 又学回你的 有不同了 的做法 然后呢 欢迎你 是的 这个我想加一点就是 其实我想 音乐治疗师 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看回对象的反应 而作调整 就是跟我们一般 如果音乐人玩音乐 就是每次他做回他的指定动作 但是音乐治疗师 好像刚才Cat说的 他第二次来呢 他会转变了 他可能不是唱小调 可能唱大调 又或者一个节奏 都因为这样而有改变 嗯 但我会用回那个浪 是的 因为其实 为什么我会用回那个浪 其实没有一个来的 客人 我们都要有一个安全的感觉 安全的感觉 是的 自从那次找对他的感觉之后呢 我们之后三四五六七八个session 都用回那首 即是那个了 好了 那我们聊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买个关子 究竟Cat这位服务 这位婆婆 究竟经过几节的治疗之后呢 她有什么进展呢 那我要等下个星期二呢 同样的节目呢 我们再请一下Cat上来呢 再说给大家听呢 究竟音乐治疗呢 发挥的效用在哪里 另外Cat呢 还会直接教一下大家 可以随手 如何可以拿起一些乐器呢 帮一下自己 和帮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带上我们喜欢的乐器 到时和我们一起 夹一下音乐呢 好啊 那下个星期二呢 约定大家了吧 好的 拜拜